号称全台湾最长最难最艰巨的金门大桥 2011年开工以来一波三折 目前加紧赶工中的金门大桥 27号传出国灯营造在施工站桥上拉白布条 抗议东批营造占用公司的机具设备 造成国灯上亿的损失 招指包庇放任的高工局 澄清相关的争议 已经由公共工程委员会调处中 不会影响到工程进度的推动 继续往明年5月完成的大步迈进 抗议要公道 完全 衔接大小金门含影到5.4公里 总经费为75亿的金门大桥 自2011年马英九总统主持动工以来一波三折 原承包商因投标资格不符 而终止契约 国灯营造因无履约能力 工程进度严重落后为由 禁制解约和接管工地 之后由东批营造在2016年12年底 接手赶进度 因为有很多设备材料从我们开工被解约以后 那个东批开工以后有很多次请国共级出来协调 但是都没有做成那个来督导协调的工作 那至此用我们的设备一直用 用了三年了没有付帮好钱 钱都被承包厂商拿走了 那不应该用我们的设备要不然你要贫职 要不然你就不要用 核业上有规定 东批进厂以后就马上要拆掉还我们的设备 但是都没有执行 这个是政府是不是在包庇厂商 就是要把这个工作都不付钱 把我的设备解约以后 把我的设备要用到王公才来谈 有很多次公司也发公文 请他们来协调 用我们的设备机器要如何来善聊 但是都不处理 有一次在工程会 那个工程会来做协调 工程会也说 他可以再继续做一个品质的工作 就重新再来办一次 但是国共级都不办 那造成现在今天 我们已经协调三年 都没有人要理我 承包厂商也不理 业主也不理 所以我们今天已经忍无可忍 工程会的调组有一个阶段 所以我们就来 今天来再抗议 请他们要赶快出来协调 如果不协调 我们明天后天开始 就拆除我们的设备 我们去准备来拆除我们的设备 用这样的方式来做 机器的部分刚才就是有提到了 就是他们刚开工初期的时候 他们就有一些机具商的一些协商的买卖 这个部分当初确实他们有拿出一个 一个资料出来 那后续的今天就是 就是当然今天的正确点 就是在于购台跟站桥 那站桥这个部分 知道我们契约就是要把它拆除掉 把它拆除掉了 那我们也是有多次新闻请东批 东批那边要资金契约的一个 规定的话 赶快把它拆除 那如果说他有后续有真的有这种需求 那就是必须要跟国登去做协商或是做架构的一个动作 这是我们多次的时候都有跟东批做这样的一个反应 那我们说协商商业的话 你们都固贴比较 那这边怎么在我们处理 因为过程里面我们 在国登来文的时候 我们都也是有信用给东批 请东批要 就这个部分要尽数处理 那东批给我们的回应是说 他们都有在处理当中 所以说我们这边我们也不是没有在处理 就是我们也是在过程里面有时候在做双方面的一个协商调节 那现在目前阶段的话 业主现在也是有在跟东批那边在做确认 看什么时候可以再来做一次这样的一个 这个针对这个事情的一个处理 我们今天针对这样的动作 我们第一个我们会 我们会正式新闻 就是针对这几个购台的部分 就是请他们停止 请他们停止使用 那取到真正的合法的使用权的权力的时候 再来再来做后续的动作 对我们会做我们采取这样的动作 高工局则说明 该局与国登营造终止契约之后 依照契约内容办理平值 对于未平值的施工材料及设备 除了请国登营造自行拆除外 接续的东批营造拆除 并且配合指示地点堆置 高工局表示 国登营造已经提送公共工程委员会 调处中 这次的争议 纯属双方对于设备的使用权的争议 不会影响到金门大桥的进度 好 谢谢大家